知道的那么特征组另外一个部分在今天进行了大规模的借题 那么也是在释放陈正会之后 大家在想接下来来获得交保的是谁 答案就是蔡明哲 以及前逐科管理局的局长李介木 那么事实上在今天三个人当中还包括了马永成 但是马永成在询问之后遭到了继续的积压境界 为什么 表示呢接下来可能还有更进一步的案情要来进行厘清 那么在今天比较受到瞩目的就是吴淑珍曾经说 他要杀了他的 也就是法院裁定蔡明哲今天以300万元交保 下午一点半洗钱案在押被告蔡明哲和李介木问讯之后 直接被载往台北地院 两个人在贬家弊案当中涉嫌收贿 但是侦查已告一个段落 检方认为已经没有积压必要 主动向院方提出解除积压 法院裁定蔡明哲300万交保 李介木50万交保 两个人都限制住居和出海出境 检察官申请的 认为是积压原因已经消灭 但是他的情形跟陈正卫小姐情形不完全相同 主任差别在哪 为什么不直接撤销 是要用提示积压 每一个案情不同 同一天借题出来的还有前总统府办公室主任马永成 因为还有很多细节要调查 还押台北看守所 律师李胜称已考量到马永成身体状况不适 也希望检方解除积压 我们也是希望说检察官尽快把这个相关案件先释清 因为马先生他本身是没有过敏的体质 而且他又有气喘 像这种天气的话 其实对他来讲是蛮大的一个考验 洗钱案进入收网阶段 21号上午提讯前 主科管理局长李建木 前总统府办公室主任马永成 以及贬家的白手套蔡明哲 检方将手中的证据一一摊牌 李建木 蔡明哲全盘拖出案情 情况和陈正卫很相似 随着被告一一解除羁压 案情也越来越明朗 中立新闻林世红吴家慧 SNG小组台北报道